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啊 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这两天关于人员上面的事情是蛮热闹的 那么中美处于新冷战 美国它无法从军事上来搞定中国 中国的军事力量也让老美不敢轻举妄动 习主席很清楚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美军是不敢对中国做任何的公开的不轨的动作 无非就是按错错的一个水下军事对抗 来坚持你的潜艇 搞反潜战 一个就是搞这些电子对抗 网络对抗 太空对抗 只有这些新型作战领域和旧有的水下军事对抗 那么也是一种博弈 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话语权的一种方式 所以说呢 第一维度 军事对抗这个维度呢 如果中国只要敢对 比如台海发动武统 比如说日本如果牛逼中国敢打 或者朝鲜半岛爆发武装冲突 美国介入中国也就介入 那么菲律宾如果敢敢牛逼中国直接打的话 老美是不敢在军事上有任何的回应的 那么只有在第二个维度 也就是谍报对抗 在这个方面是他们重点下功夫的 美苏冷战也是重点就是搞这个谍报对抗 所以说在这个领域 是目前来讲 中国是落后于美国的 为什么这么讲 也是美国重点搞的 因为美国 由于长期灌输这些 麦卡锡主义的这些思想 再加上呢反华 一个反华 一个宗教意识形态控制 再加上一个呢 就是这个反共的麦卡锡主义 三者加在一起呢 就老美主动去给中国当间谍 这事呢是比较少的 只有呢说俄罗斯人利用说 我是东正教 我是基督教之正宗 我在捍卫这一切 用这个方面 用宗教 一些形态和一些钞票呢 去包括自身出生在美国的 早就培养好的一些间谍 那么老美搞 就是俄罗斯搞美国的 和西方的情报 比我们呢要方便得多 中国呢 中国呢就是说 有很多的这个这些人呢 他这个自己是恨国党 或者说汉奸比较多 所以人口也比较多 鱼龙混杂 有的人呢 看到钱和利益 他就会去当这个间谍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则消息 在看这个消息之前呢 我们要公布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都知道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 政经意识形态对抗的一个文章 叫做这个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把这个杨丽啊 放到了这个 啊 头版头条 封面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 他们在给杨丽呢 加油骨劲 说杨丽啊 这个在中国制造男女对立 好样的 那么我也都搞不懂 就国家呢 我们的国家 为什么不把这个人 给他抓起来 因为君正平办公室 是讲得很清楚的 不准搞男女对立 那这样的人 他居然还能够活跃起来 那么我们的国家安全力量 在干什么 我们的国家安全力量 尤其是杨丽生活在上海 我们上海的国保 国安 应该去找杨丽谈话了 而不是在什么巨路路 长乐路上面 弄那么多大概冒 警力过剩 你去在这里搞 他们的源头是什么 中国脱口秀 这些演员 大部分已经投靠了老美了 之前京东这一次 请的这个孟川 这个人不也是投靠 这个老美的吗 之前还是支持港独呢 支持A4运动 就这些人呢 就让我觉得 有点很匪夷所思 就是说 你要在中国 你搞你的言论 所谓的要言论自由 要冒犯 对吧 或者说你的持不同政见 那么我就弄不明白 你搞你的持不同政见 那么牛亮 你就支持港独 那么如果你要成立一个反对派 反对党 那么香港和西藏 以及新疆跟台湾 即使你是反对党 你要上台 那么你告诉莱昂说 中共很不好 来啊 我们脱口秀搞的这个反对党 你来支持我们吧 那么我说 哦 你们有什么新东西 我甭管你有没有什么新东西 但是你跟我讲 你这是港独 不好意思 你要把我们的国家分裂啊 那你们是分裂分子 你们是分裂分子 你们这个反对党 他妈还存在 有这个必要吗 你看 所以说他们这些人 连政治的基本逻辑都搞不清楚 你持不同政见 和你想要去搞一些宪政民主 自由民主 去拥抱美国式的这种价值观 那么你应该 就是也不能够是要支持港独吧 还有这个杨丽 男女对立 你在制造社会矛盾和内斗 那经济学人给你盖 脑门上盖章了 这个杨丽是我们支持的 BBC脑门上给他盖章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给他盖章了 德国之声给他盖章了 对吧 美国纽约时报给他盖章了 对吧 美国有几个 就一个是外交政策 这个是充满意识形态对抗的 就是在外交上面 就是拉帮结派的 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对抗的 一个喉舌 经济学人 他也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 对抗的这种震惊 比如说他们要搞IPEF 对吧 就比如说 把中国给拍摄出去 这又是他有一个喉舌 就是说在经济上 我们要跟中国脱钩 在经济上 我们要跟中国对立 那这样的报纸 他也来把杨丽 弄为头版头条 所以说 可见脱钩修这帮人 现在有多跳 那杨丽也确实 在中国做恨国生意 确实非常有前途 对吧 杨丽这样一个来自于河北青荒岛的一个乡下门 对吧 他通过这个可以在外滩 他说他是租的 我就说他租的 那房子一个月没个四五万下不来的 在外滩边上你租一套房 可能有的租金还要更贵吧 对吧 没有几万块钱下不来的 那个地方是 一平民是十三万 对吧 在阳台上抽抽烟 对吧 他自己在抽烟 他自己在抽烟 他在这个节目里面 去讽刺男演员王源抽烟 那你自己抽的跟小火轮一样的 你怎么还去讽刺别人抽烟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种东西你看看多双标 对吧 你冒犯别人 你自己做到好 没有 还有一些贝塔男和白骑士 加入他们这个脱口秀的 还去冒犯一个 来自四川内疆的 道郎好像也是来自于四川内疆 这个地方的 对吧 有一个歌手叫Gai G-A-I Gai 他说话是歪嘴的 歪嘴是他人家那个鼻腔里面有一种病 他说话只能够 就是说嘴巴歪 如果他正着讲的话 他里面会很难受 可能会流鼻涕 这只能带到一种生理缺陷 他们也在冒犯别人 去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算 对吧 那我他妈上来拿一个鸡巴 挡到你面前 说你鸡巴没我大 笑才贵的 你卵没来让大 你在上面讲什么话 下去 笑贵的 他说是不是 对啊 我也拿你的生理缺陷 他妈比 你卵没我大 是不是你不如我 那你给我下来去 你卵蛋没我大 硬度没我硬 我也可以攻击你嘛 对不对 现场掏出来 我来让你比你大 我马上用鸡巴扇你两个耳光 你给我滚下去 对吧 所以说这些人 已经在中国 形成了一个什么 汉奸反贼反叛力力量 逆向民族主义者 还有之前什么那个 house 侮辱解放军 对吧 要这个接梁洪达的班 梁洪达 梁洪达之前在干嘛 梁洪达批判雷锋同志 雷锋痛击 对吧 那是解放军的一个榜样 你在批判雷锋痛击 你是要搞什么 军队国家化 失去榜样的力量 梁某因为这个事情 直接被在内网被撸掉 然后你这个什么house 要接替梁洪达 去搞这些东西 还有在美国一个叫什么池子 留那种老黑的脏片 你中国人这种黑头发 细黑头发 或者毛毛头 你那老黑的头发 那是又粗又壮 他留那个脏片 你也是留脏片 让人觉得非常的恶心 想让人吐 所以啊 中方严正抗议 CIA公然发布投靠指南 外交部 美国从未停止 对中国的间谍活动 应立即纠正错误作法 华尔街日报日前报导称 西方国家认为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开展间谍活动 目的是破坏对手国家 并提升中国经济 西方情报机构 无力遏制中国的活动 我不知道这篇报道 有什么事实依据 在10月28日 外交部力量纪的会上 发言人员林健回答 《环球时报》 《环球网》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少数西方的媒体炒作 所谓中国开展间谍活动的 虚假叙事 但除了一些捕风捉影 揣涉草错的言论以外 没有任何的事实和证据 相反 我倒是注意到 近日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过来在网络 社交媒体发布 中文网络投靠操作指南 企图以此 蛊惑诱骗中方留言 投靠中心局 还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 严重侵犯 中方对此严正抗议 中方将坚决打击 尽管反华势力的 渗透破碍活动 尤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 林健强调 长期以来 那一大堆我就不说了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这些搞脱口秀的 他们不是已经 公开的投靠了吗 包括京东和小米 刘强东和雷军 不也是做出了抉择了吗 对吧 他们不一定说 搞到什么情报 投靠美国 不一定搞什么情报 而是说 在这里煽动柔性骚乱 像上海这两天 严防死守 就是什么 就是怕发生柔性骚乱 那么多人在聚集 弄几个大白 在那里打着测核栓 或者有的时候 搞一些讽刺的一些东西 对吧 冒犯的艺术 是想干什么呢 对不对 中国人不需要 这么疯疯癫癫 所以上海政府 也要吸取 2014年的踩踏的教训 不要怕人多 好好地组织 干嘛呢 这种逢年过节 弄个烟火秀 跨年弄个烟火秀 让他们玩一玩 对吧 疏通疏通疏导疏导 就可以了 老是怕自己的乌沙漫掉了 怕领导 怕出事 对吧 这样的一座上海 还在国际上 跟谁去抗衡 跟谁去竞争啊 对吧 要上海成为 国际游人和游客 他们说 我们到上海的外滩去开一场 跨年烟火秀吧 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时刻 那这个时候 你也要搞啊 一天到晚 怕了 不得了 对吧 天天就知道 把我们失去的同胞 往他妈的 叫去 驱赶 市中心挖 拿那个巧克力 拿那个冰激凌的勺子 挖了个空心 全都弄这些搏来瓶 这些规矩者 能不过来狂热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 尤其在上海这些地方 带路党 恨国党 多了不得了 对吧 所以说你看看 公然的在这个地方 公然的在这个地方 什么 招募 说你们来投降我 在美国给你们弄好处 但是我也说过 谁相信美国真的去投靠了 你没有利用价值 想要认美 他一定会把你弄没掉 你看以前那个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于政森的哥哥 于强生 投靠了美国以后 死在了那个湖边 你投靠美国以后 把金屋带 这些谍报系统 都给曝光出来了 对吧 最后你没利用价值 你不就是死拉死拉的吗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